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我不科拿鐵頻道 今天是22S末生存第191集 這一集要分享一個有趣的BUG 就是四次貨船這邊所有降溯 集合在一起的話會發生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這樣繞 讓我們走在一起吧 好 等一下 欸 好像在走這一個吧 有沒有看到 有個殭屍走在上面 超酷的BUG 這是什麼 第二層樓是不是 大家有看到嗎 殭屍是走在上面的 好 我再看一下 他剛已經走到上面去了 因為沒有位置可以走了 你就走到很窄的地方 這邊殭屍應該有二三十隻啊 如果你被碰到應該是一秒就會死掉了 好 再試一次吧 好 再試一次吧 你同一隻 破對了 好 到這邊 囉 欆没 塗到什麼 也沒有欸 有耶! 有耶!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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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哈哈! 躺在上面去了欸 超酷的啊 第二層樓的殭屍欸 噢 好像演唱會一樣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殭屍疊起來 數量多到走第二層樓 這個BUG應該沒人看過吧 知道殭屍的太空漫步 今天這一集我原本是想要介紹快速通關 可是我挑戰失敗了 先跟大家講我原本想怎麼做 原本想要進來地圖以後 拉第一批殭屍馬上給他引爆 然後馬上拿第一個貨櫃箱 跑得快的殭屍給他死 結果後來失敗了 然後剛剛後來發現 怎麼會有這種特別的BUG 所以分享給他看 第二層樓的殭屍就這樣踩在上面 超酷的 如果大家看到這種畫面的話 請你拍給我 就是在這個 偷看我FB粉絲團下面 就是這支影片下面的貼文 酷吧 第二層樓 這個真的蠻酷的 不知道會不會有第三層樓 好 我們看他這樣子可以支持多久 好久喔 這殭屍王是不是 二層樓的殭屍 下次我再試試看 那個 獅子貨團的公路要怎麼拍 因為現在這邊呢 很麻煩的是 他現在殭屍其實已經飽和了 欸他會走到上面去啊 我試試看 不會啊 他踩到另外一群上面去了 好好笑喔 我來看他會不會掉下來 不掉下來欸 他其實應該可以踩到箱子上啊 還不掉下來欸 這麼厲害啊 好我們來跟這隻殭屍玩一下 這是個非常有趣的畫面啊 結果這一集就是一個那麼廢的一集 就是殭屍BUG 又來一批了 又來一批殭屍了 哇嗚 我的 我的 我的那個會不會當掉啊 現在這邊有幾隻啊 二三十隻應該有了吧 好笑喔 這隻 二層樓的殭屍 空氣應該會比較清鮮一點 好我們來看他可以走到哪一區 小讓他繞 我現在如果被碰到一下就死掉了 這非常危險的 因為他們打一下攻擊就像4滴好了 這麼多隻二三十隻打我瞬間就秒死 好我們來看他會不會掉下來 哇 不會掉下來欸 他是踩著其他殭屍的頭欸 好 最後要怎樣把他弄死他呢 要壓死的是爆炸呢 壓死的話他會不會也撞不到啊 欸 第二層樓這邊也出現了 後面這邊 這邊後面有一隻也 也第二層樓了欸 好妙喔 有他稍微第二層樓 這也算是一個特別 喔喔喔喔 別別多隻了 天啊 天啊 這遊戲太妙了啦 殭屍多到第二層樓欸 我真的還沒見過欸 好好笑喔 有沒有第三層樓的 有沒有看到幾隻了 一二三四隻欸 殭屍疊羅漢啊 殭屍疊羅漢啊 還是殭屍金字塔 唉唷 唉唷 這掉下來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他到底可以累積幾隻在上面 他真的沒有地方走了就會 疊在一起 好下面 後面還是跟上啊 好妙喔 現在有一隻還在太空漫步欸 我看他最近到 不行這樣會壓死他們 齊馬打戰 這畫面真的是很治癒欸 我自己覺得很治癒啊 我幫你們看會不會覺得有點密集 密集恐懼症 其實我現在還是很努力在 錄Rust220的攻略啊 然後可能還是花點時間錄一下 諸羅技 呃 諸羅技生存 的那個 影片 介紹 好 這個真的很酷欸 他會踩到上面來 沒有欸 哇 現在這邊是兩匹人馬 他們是在 接力 要幹嘛嗎 他會踩上來 其實已經可以踩上去了欸 你先踩上來抓我啊 扯到箱子上啊 好 現在只剩兩匹人馬 他有幾匹啊 好 大家是可以這樣玩玩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一個畫面 然後我現在也捨不得把人炸死啊 因為這畫面也算是個奇景啊 殭屍疊羅漢 我真想踩在他們上面 好 看一下喔 好吧 最後呢 我們還是得讓他們殺 殺 那個 我愛羅的 沙漠送葬 哇 有一隻維持在最高點 噢咦 鬧啊 這樣玩真的很刺激啊 我看他們可不可以再 集合多一點在上面 他們應該是沒有路走啊 所以卡住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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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哇 有一隻真的是不下來耶 結果就這樣子錄一個小時 哈哈 玩一個小時 跟殭屍們玩一個小時 好啦 差不多該結束了 我讓去壓箱子好了 哇 有點捨不得耶 欸我等一下試一下這樣去開最後一箱來不來一擊好了 我怕把我害死 喔呦 沖海爛 沖啊 好我現在趕快去沖 我試一下可不可以沖第一箱啊 有可能來不及吧 因為第一箱距離有點近 那距離再遠一點或許有機會 完全來不及 對 這箱是完全來不及的 他們 喔呦 二層人馬來了 好吧 我們就讓他們被壓壓了吧 我的快速攻略這篇啊 失敗 原本想要錄快速攻略可惜啊 他們這殭屍出現的機率真的有點GY 讓你很難就是 譬如說炸完後馬上開箱 有時候又一隻衝出來 想說拿來16塊就把他解決掉 好來我們來讓他被壓壓壓壓 來啦 蝶羅漢是很厲害很厲害是不是 好很厲害我們躲到這裡 好來吧 壓他壓他壓壓壓壓 壓 哇壓到LAG欸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哇不只一隻 哇我LAG了欸 快快快快快 我今天其實這邊只開了兩箱而已啊 啊按錯鍵 一次傷無多應該可以吧 我剛剛只開了一箱啊 最下面那一箱 殭屍疊羅漢只是奇景啊 末日奇景 然後這個 這個事件大概是三天一次喔 我算大概差不多三天一次 好應該來得及開啊 這應該來得及開 啊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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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開成功了 好最後一箱 這箱的話我快速把它那個 引爆應該就可以了吧 就用這箱吧 剛剛已經拉到的 算是這個遊戲 這個地圖啊 最滿的將是結束了 就是不會再增加 剛剛的狀況 都已經抵到第二層樓了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畫面啊 不過這個真的 非常有趣的事情 好去死吧 快快快快快 我剛剛猶豫了一下 是因為我想說我沒有全部炸到 有時候他們手一散的話 沒有全部炸到 我建議的方式是出地圖 你出地圖後再回來的話 他們全部會聚集在 從一個中心點 應該來得及啊 我趁這箱了 除非現在跑得快跑出來 我真的就是 會很生氣 好OK 我這次在打 三十分鐘吧 很好 欸 似乎沒有殭屍會再出來耶 我把殭屍全部殺光了耶 好啦 這殭屍 有玩家好跟我講說 這殭屍會 就不會再出來 就是會有上限數 看起來是有的 因為官方可以怕你打不完嘛 OK 很好 那我就可以把東西全部拿完了 好 我要這集呢 就是要介紹一下 這個 屍屍貨船的BUG 殭屍疊羅漢 是第二層樓 神秘的第二層樓 我覺得是很酷的一件事 所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個遊戲從以前到現在 就會有非常多BUG 然後非常有趣 然後現在可以證明一件事 就是殭屍可以全部殺著玩 這個地圖 今天如果說你過不了啊 你就可以看一下這一集 你就知道了 殭屍其實會 到個階段後就不會再出現了 OK 然後最後要咀嚼 看到哪有什麼東西 像東西 這東西 其他東西我不拿 又出現一隻 所以殭屍殺不完 還有殭屍 好吧我錯了 殭屍殺不完 好吧 讓我們起步步回家吧 掰掰 好今天這一集呢 吃吃貨蛋 吃殭屍疊羅漢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了 那我們就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掰掰